台日新闻开日期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新冠肺炎肆虐全世界各国竞相研发疫苗 而中国网路上最近出现了 以假乱真的仿冒疫苗 一支药价人民币498元 超过台币2000元 甚至还声称要连续打三支 这款疫苗包装上有知名药厂的商标 还有商品条码 但是实际求证发现 这个疫苗其实还在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 价钱也都还没有公布 专家就呼吁民众要耐心地等待真正的疫苗 不要因为过度焦虑受骗上当 新冠疫苗核实出炉 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 最近却传出有人想借此大赚一笔 中国网路上有人卖其仿冒疫苗 一支药价高达人民币498元 超过台币2000块 网上交卖的这款疫苗 名叫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 宣传文案写道 可做出口产量低需排队 498元一支总共打三支 仔细看包装 不但标榜知名药厂生产 还有仿冒条码 看起来跟真的一样 但中国媒体求证药厂和研发人员 却发现疫苗根本还没有上市 疫苗明明还在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不效业者却已经开始招摇撞片 实在不可取 不少专家出面辟谣 也鼓励网友举报违法卖家 哪个病毒的一个疫苗 最先获得最确切的一个 就是临床研究的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还在拭目以待 目前都在做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 目前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 全球趋止可数 专家也提醒民众耐心等候 不要因为过度焦虑 急着接种疫苗而受骗上当 崔君编译